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的x次方和4的x次方之间的关系就是平方关系 如果假设2的x次方是小a 则4的x次方就是a平方 2的x次方和2的负x次方的关系就是导数关系 这两者相乘等于1 假设2的x次方是小a 2的负x次方是小b 则a乘以b就会等于1 同时4的x次方加上4的负x次方 就是a平方加b平方 而a平方加b平方和a加b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透过乘法公式写成 a平方加b平方等于a加b的关号平方 减掉2ab 而2ab是2 第三点 x的二分之一次方和x的负二分之一次方 同时也互为导数 各设为a和b a乘以b也是1 x加上x的负一次方 就是a平方加b平方 那么又可以再利用存法公式写成 a平方加b平方等于a减b的关号平方 加上2ab 一样的2ab也是2 第四点 有a的三次方和b的三次方的影子 那我们就会利用到立方和和立方差的公式 a三方加上b三方等于a加b乘以a平方减ab加上b平方 a三方减b三方等于a减b括号 乘以a平方加ab加b平方 这两个公式的正负号请自己特别注意哦 那用在第四点的 a如果是a的x四方 大b如果是a的负x四方 这两个相乘依旧是1 最后右边的灯泡 a的x四方加上a的负x四方 有最小值叫做2 这个也蛮常见的 这个可以透过算几步等式 很快就会得知 两个正数才可以使用算几步等式 两者相加除以2会大于等于两个相乘开根号 而这两数的成绩是1 所以a的x四方加上a的负x四方会大于等于2 等号成立的地方呢 是这两者相等的时候 也就是a的x四方等于a的负x四方 考虑一下两个底数一样 左右相等的时候上面的指数就会一样 所以x会等于0 不过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当a等于1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管上面的次数了 所以等号会成立在x等于0 或者是a等于1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范例 范例1的第一小题呢 已知小a是正数 a的负2x四方是3 要求后面这个分式 a的负2x四方等于3 那a的2x四方就会是它的导数三分之一 而a的x四方就是三分之一开根号 根号三分之一 那a的3x四方呢 就会是它的三次方 三根号三分之一 a的负x四方是根号三 a的负3x四方就是三根号三 因此这四个都有了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把这个分式求出来 就会是九分之根号三 减掉三根号三 三分之根号三 再加上根号三 在这个运算上面 我会分子分母同乘于9 所以上面会是根号三 减27根号三 下面会是三根号三 加上九根号三 然后再把根号三消掉 上面是负26 下面是12 约分就会是六分之 负13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思维 是你看到 a的负2x四方等于3 它要求的是 这个分式上下有3的x四方 跟x四方 基数次方 所以分子分母如果我们都同乘于a的x四方 那上面就会变成 有四次 有负2次 有二次 跟零次 它就都变成偶数次方 那我就可以很快写出 a的4x四方会是九分之一 减掉 a的负2x四方是三 a的2x四方就会是三的导数三分之一 而a的0次方就是一 同样的运算 就可以算出答案是六分之负13 第二小题呢 给定x是正数 x的2分之一次方 加上x的负2分之一次方等于3 如果我们假设是小a小b 那a加b就会等于3 后面的分式呢 上面有三次方 看起来就是a三方加b三方 楼下有二次方 可是它是a的四次方加上b的四次方哦 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a乘以b会等于1 我们就会用存法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a三方加上b三方会等于a加b 乘以a平方减ab加b平方 a加b之后是3 而a平方加b平方我们需要先运算 所以这个是a加b的括号平方减2ab 答案会是9减2等于7 我们再把它带进去 就会是7减1 所以答案会是18 而楼下分母会需要a四方加b四方 因为我们已经有a平方加b平方了 所以我们会用a平方加b平方的括号平方 减掉两倍的a平方b平方 所以就会是49减2是47 再把四字写出来 分子就会是18加2 分母就是47加3 所以运算是5分之2 范例2呢是两道不等式 第一小题呢 27的x次方减掉4乘以3的2x减1次方 加上3的x减1次方大于等于0 我通常习惯把上面的指数 这两个负一次方 先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会写成27x次方减掉4乘以3的2x次方乘以3分之1 后面那个一样是加上3x次方乘以3分之1 然后就会看到27的x次方 3的2x次方跟3的x次方 如果我们假设3的x次方叫做小a 这个式子就会写成a三方 减掉3分之4的a平方 再加上3分之1a大于等于0 通分以下左右同乘以3 再提出一公英式 把小a大家都有 提出来就会是小a乘以3a平方 减4a加1 大于等于0 再将后面这个括号 英式分解成3a减1 a减1大于等于0 我们透过竖线 将不等式解开 正负正 因为大于等于0 所以会介于0到三分之1 跟比1大 这是a的范围 a会介于0到三分之1 或者是a大于等于1 但我们目标是解x 所以你要把它还原写成3的x次方 小于等于3的负一次方 大于等于0 或者是3的x次方 大于等于3的0次方 同样的底我们就把它再写回来 我们就把它写回来x小于等于负1 或者是大于等于0 第二小题呢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两个数字 4分之5的x次方跟5分之4的x次方 互为导数 所以如果我假设4分之5的x次方叫做小a 原来的不等式就会写成a加上a分之1 小于20分之41 在左右同乘于20a 就会写成20a平方 加20小于41a 一个项 再做因式分解 写成5a减4 乘于4a减5 小于0 所以a就会介于 5分之4跟4分之5中间 同样的我们要求是x 再把它还原写成 4分之5的x次方 会介于4分之5的一次方 跟4分之5的负一次方中间 x就会介于正负1之间了 范例3呢 这个不等式 我们先观察一下 这个2的x次方加上2的负x次方 这两个会互为导数 但它跟前面这个括号 4的x次方加4的负x次方 有什么关系呢 它们之间的关系 用乘法公式写出来会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假设2的x次方 加上2的负x次方叫做t 那4的x次方加4的负x次方 就可以写成t平方 减2 我原来的不等式 就会写成两倍的 括号t平方减2 减掉7t加10大于0 稍微整理一下是 2次4是2t平方减7t加6 再做英式分解 所以我t的范围会小于2分之3 或者是t大于2 然后我们再还原要写成2的x次方 加上2的负x次方 但要告诉同学这个是不合的 为什么t不能小于2分之3呢 因为t一开始就有限制 同学还记得我们可以用算起不等式 知道2的x次方加上2的负x次方会大于等于2 两个互为导数的数相加会大于等于2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这个 7大于2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还原写成有x的式子 所以我们再假设2的x次方会等于小a 我们就会出现a加上a分之1大于2 a平方减2a加1就会大于0 发现a减1的括号平方大于0 其实平方数会大于0 很正常 可是平方其实是大于等于0 所以那个等号等于0的部分要把它挖掉 所以a不能等于1 那2的x次方就会不能等于2的0次方 x就不能等于0 我们来看最后一题范例 f of x是4的x次方加4的负x次方 减掉两倍的 2的x次方加2的负x次方 再加3要求f of x的最小值 这个时候的x等于多少 这题目其实跟前面立体3非常相似 但它问的是求极值的问题 前面是问不等式的问题 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假设2的x次方 加上2的负x次方叫做t 那t大于等于2这件事同学就一定要立刻写出来哦 4的x次方加4的负x次方就是t平方减2 我们再写一下这个函数 f会等于t平方减2减掉2乘以7再加上3 t平方减2t加1 我们要求的是极值 所以我们要把它做配方 而这刚好是一个完全平方式 t减1的括号平方 所以在t等于1的时候 f有最小值是0 但是t根本就不能等于1啊 所以最小值会发生在t的端点 就是t等于2的时候 因此我们再带回原来的式子 f的最小值就会是2的2次方减掉2乘以2加1 老师我比较建议同学带回2次式 而不是配完方的那个式子 免得你配错的时候会带错 他还要问这个时候的x等于多少 所以计算一下2的x四方加上2的负x四方等于2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在算起不等式等式成立的时候嘛 所以算起不等式等式成立就会在这两个一样的时候 2的x四方等于2的负x四方是1 所以这个时候x等于0 因此f of x四在x等于0的时候有最小值叫做1 同学继续加油哦 每天之后都是8的3个1本 pour自己序 offers 4 1 6 3 5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